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这里是孔信国 蒋永春 那今天我们上课主要讲功力训练的方法 轮胎装 轮胎装 大家先看一下轮胎装 它的作用呢 第一它有弹性 第二它的面积很小 击打要学非常非常准确 击打要学非常非常准确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 刚开始不能太用力 因为有的人太用力就会扭伤到手腕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孔春的见诀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做一下示范 直立杖 1 2 3 4 5 6 7 8 8 9 10 OK 那么在击打轮胎装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错误的动作 第一个很多人喜欢敲 这是错的 第二个很多人在打的过程中 一打这个手腕会 看一下 镜头 一打这个手腕会 这样 这个手腕就容易容易受伤 所以手腕一定要扣紧 一定要握紧 第三个很多人一打会打滑掉 第四个很多人打的时候 能被往前够 这样都是错误的 所以在打的过程中 一开始要慢一点 1 2 现在走过这个点3 4 5 但在打的过程中 其实不是用手去打 而是看一下我的肩 肩 是用什么 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扎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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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镜头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边 是用你的肩膀扎出去 就像你拿着一根棍子 往里面捅一下 肩膀扎出去 所以你打到好的同学 你要看你这个轮胎 它是 它是线里面去 但是你再打到过程中 你不能被轮胎给弹回来 什么叫被轮胎弹回来呢 这样就错了 这样就错了 所以这个打的过程中 手放好 1 2 3 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点 通过反复的练习 练习完之后 还是要空练 空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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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通过这个训练 其实就这一个动作 你练好 就蹦一下正圈 蹦一下正圈 蹦一下正圈 就可以去 击打到别人 因为它走的是中线 走的是中线 你站好 站好 轰 就能击打到对手 这是泳村的这个格斗实战 包括街头最常见的 也是最实用的一种方式 好的 那今天我们这两个课就到这边 谢谢 那么大家看了这个课程之后 其实可以加入我们微信 我们有线下的直播课程 跟踪教学 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从小练头啊 练法 用法 包括小练头的详细的讲解 寻嘲等等 七首 我们有完整的一套训练的体系 但是这个大家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其实更多的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 同时有一个跟踪的回访 所以我们在直播课程的过程中 我们会把很多的这种训练的暗议 包括学员训练他们也会有交流 通过拍视频的方式 然后发给我们 我们会进行指点 这样的话便利于广大自学爱好者 能够有一个系统完整的训练 所以希望通过功夫者这个平台 能够让更多的农村暗号者 能够学习到农村 好 谢谢大家